炖羊肉时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羊肉嫩如豆腐 没有一点腥味和腥味 首先准备一盆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接着把羊肉放进去浸泡10分钟 白醋可以软化肉质 还能去除一部分腥味和腥味 每天都在废秦旺时偶心力学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然后给它清洗干净 接着把羊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 再加入一点高度白酒 加入高度白酒焯水 可以很好的去除羊肉的腥味和腥味 这里切记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冷水下锅焯水 才能很好的把里面的血沫煮出来 用勺子把主持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羊肉煸炒 大火翻炒一分钟左右 炒出多余的水分 炒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羊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这个红烧料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让羊肉都裹上红烧料 然后放入到砂锅里 接着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接着再加入半罐啤酒 去腥增香软化肉质 要想让炖出来的羊肉更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羊肉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 香喷喷的红烧羊肉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鲜嫩多汁 没有一点腥味和山味 羊肉就像豆腐一样嫩 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